2023年世界健身器工日 获得来自全国32个健身器工站点 620人的参与 场面非常热闹 马来西亚健身器工总会主席陈良德 今日在该活动致辞时表示 今年的主题 祝健康 送爱心 通过健身器工的活动和推广 向更多的民众送去健康 送去关爱 他说 该总会创会至今已有15年历史 从几个气工站点发展到 今天的近40个气工站点 涵盖的周数包括 森美兰 马六甲 刘佛 雪兰娥 古龙坡 槟城和彭亨 他指出 该总会今年的目标是 希望可以培养小学种子和参与更多的国际活动 他透露 我们今年也首创了很多记录 包括校园武勤系 获得约4000多名来自森州和马六甲的学生 在学校集体系列 我们有15位健身器工的会员参与国际裁判培训 这是一项国际性的培训 我在此恭喜他们提升自身的气工知识 也希望他们可以一起为促进 马来西亚健身气工的水平发展 孙州行政议员陈立群 在马来西亚气工总会 配合世界健身气工日举办第七届世界健身气工活动 代表交通部长陆兆福主持开幕时指出 马来西亚将在2030年有15%人民年龄为60岁以上者 社区迈入老龄化 国人必须重视健康 不能等到将来老了 身体健康状况下降才开始重视自己的身体 筹委会主席黄聪明 感谢全国的代表出席这项活动并表示 此次的出席人数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观看 按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